这个才大 像这么大一盆锈球 大家想象一下它得长多少年 很多的话我老实说 老花姨你们家的锈球是几年苗 我负责任的跟大家说 我们家的苗没有超过五年以上的 基本上 你像看到的那种基本上就一两年 像这种 说出来就是说你要实话实说 就有点丢人 好几年了没卖出去都养到这么大了 对吧 像这个的话呢 差不多有六年了 差不多有六年了 跟大家伙说的是什么呢 像锈球要长到这么大 其实在南方的话 有三年就能长这么大了 要是快的话两年多 三年就能长这么大了 所以说大家伙呢 你千万不要去到哪个直播间里面 去问人家这几年苗 你像这个苗 我跟你说二十年了 我卖你两万块钱它多吗 不懂 所以说你不要总是清新那些个事 动不动就问几年苗 这又不是说 这又不是说搞收藏 唐宋元明清 年代越久越值钱 买花的东西就给娶媳妇一个道理 谁还喜欢岁数大的 这又是说大 好了 现在给大家道德了一下 像这种呢 我们家有大的 今天就两个事 好吧 卖花的呢一般不是以苗绫去卖的 一般啊 除非那种盆景出外啊 当然有些个盆景有收藏价值的那种 你比方说像牙白啊 像那种银杏的年龄越长越值钱 像一般的花呢都是看大小越大越值钱 长得越壮越值钱 第二个事呢就是来凡尔赛一下 你们需要这种大的呢 发不了快递 这个东西超重了 可以自提好吧 价格的话都在四为数了 好了 随便叨叨了一下 我再拉回去了 我老花一 两花最战一 白了白了